跟着石老师来学画 学好钢笔画 走遍的印象都不怕 这零级组片的66级 这一级做简单一点 稻草人 稻草人以前也画广 这是场景的 我们就画局部 所以时间用时比较短 那我起笔从上面的一位置 我先勾一个外形 就稻草人的外形 就了了几笔 把这个外形勾出来 把这个外形 就不会画得太过出格 然后再仔细 我们刻画西部的明暗 比如刚才乌人凉笔 稻草人炸的头部 我们老家叫草靶子 农村里面很多稻草 晾干就炸起来 做成稻草人的形状 然后好收集 好再利用 甚至可以烧着铲火 我们再画暗部 哪个地方暗 哪个地方用笔 我们用笔一定要在块面感 一定要看原来的照片 哪个地方暗 哪个地方结构在什么地方 所以往往我用笔很少 了了几笔 就是能数得见的 能数得见的几笔 能看出整个结构在这里 所以哪怕我用笔的时候 也是哪个地方暗一点 我看照片的位置暗一点 在结构上 所以为什么很多人画素描 或者素鞋 哪怕钢皮画画不好 他就是不知道用笔用在哪里 不在结构上用笔 或者费线比较多 但是我们带一点明暗画法 就是体炼感比较强 往那里深处一点 我们画一点 然后这个稻草人就画好了 有点心斜的 也要倒的 然后我们右边我们配一点东西 否则太孤雷了 太很孤单 配点植物 配点小草 配点砖头 是吧 那左边呢 到时候再配一点东西 这一边配点东西了 那左边呢 配个什么草一样的 我们也一把稻草 躺着的 一个立着的 一个躺着进行对比 那我们这个构图嘛 就是 典型的三角形构图 典型的三角形构图嘛 我们看 这是一个躺的 一个睡着的 一个是立起来的 立起来的很 很大意凝然 这个泥人化 稻草人 大意凝然 这种 想浏览的精神 是吧 那我们签字 写上日期 画好了 这一幅 刀草人就画好了 很快 大概这一幅 十分钟左右 我们再看一下软片 这是照片的 刀草人 这是画好的 刀草人 无非就我们增加的 下面的 右边或左边的 场景 这是我放在场景上面 装比较好的 谢谢大家 欢迎点赞哦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